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我們的議題 我們的講題叫做 創新自動化IC規格測試技術 當我們的IC設計 一般IC設計 最後量產之前一定要做測試 IC的測試遇到NI 的儀器會蹦出什麼火花 那就是我們今天接下來要講的內容 所以我們一般來看現在 IC其實可以分為幾大類 簡單來講 我們有Annal的IC 或者是Digital的IC 或者是Mixed Signal 什麼是Mixed Signal 就是一個IC上面它有Annal的訊號 也有Digital的訊號 叫做Mixed Signal 或者是SLC System on Chip 或SIP System in Packet 大致上就是分為這幾類的IC 那這些IC其實 越做越複雜 功能越來越強 然後也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張圖 在1980年一直到現在 2012你會發現 現在的Device 因為 手機越做越小之類的 那IC也越做越小 Function越來越多 這樣會造成我們的 測試越來越複雜 也就是 可以看到可是IC為什麼會越做越便宜 因為我們的元件 我們的component越來越便宜 可是如果說我們的測試越來越複雜的話 你會發現下面這條線 就是我們的測試 其實並沒有越來越便宜 IC越慢越便宜 可是我們的測試又沒有變便宜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很好的測試方法 一個很好的測試方法 來解決我們的IC測試的這一塊 我們看一下以前 以前IC 一顆IC可能裡面只有 ADC DAC 或者是Baseband 的converter 那現在的IC 這一顆 現在802.1N Wireland System on Chip 他已經把所有的component 全部都做在一顆chip裡面 包括embedded processor 他的處理器 或者他的memory 或是他frontend radio 天線的發射 全部都做在同一顆IC 那同一顆IC 他的function這麼多 所以相對的我們要測試的功能 也就越來越多 可是一顆IC又比以前還要便宜 所以我們測試的solution 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看到以前 一般我們在測IC的時候 會長得像怎麼樣 像左邊這張圖 我們要測一顆IC 因為他的function很多 所以我們可能要很多的儀器 比如說示波器 Function Gen 或者是Power Supply 或者是電表等等 接線就會變得像這樣子 大家應該都很感同身受 因為大家都是科技人 我以前也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Ni提供了什麼 因為Ni的訴求 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 整合式的測試平台 所以在Ni 我們使用PX3 我們可以把很多的儀器 整合在一個機箱上面 測試環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其實就會把我們的所有的測試 簡單化 就不會再這麼複雜 還有 可能大家也有遇過這種狀況 不同的儀器可能會需要用不同的層次語言來撰寫 比如說像是ManLab 模擬的時候 還要寫C 如果想要人機界面要用VB等等 在Ni提供給各位的是 我們可以使用同樣一個平台 叫做LedView 來做一個整合式的 程式撰寫 還有我們儀器的整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在以往我們需要用很多很多儀器 做很多不同IC的測試項目的測試 我們現在 透過一台PX3 我們把所有的測試儀器 全部整合在一台PX3的平台上面 提供給各位的是什麼 我們的Cost可以下降 還有再來就是 我們的Controller 是可以升級的 不像以前以往你買了一台儀器 比如說左邊的一台儀器 你說我想要升級 我想要換裡面的CPU No way OK Size也縮小了 Power也節省了 還有它的整合性 還有彈性 等等都是我們 Ni PX3提供給各位的 IC設計的優勢 好 可是在IC設計一般 最常見的測試到底有哪些 簡單來講IC測試呢 可以分為Digital跟Analog Digital test 分為Functional test 跟Structural test Functional是什麼 簡單來講 如果今天 各位手上有一顆 ABC 那它最重要的Function是什麼 我們希望它就是 它的類比輸入進來之後 然後轉成Digital的輸出 然後Digital的輸出要準確 然後每個bit 不能 不能有loss 那我輸入了5幅 它轉出來就要是5幅 Digital的訊號 這就是Function 第一個它有一個 Function test 那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Anal部分 就是 Parametric test 這是什麼 比如說像 Performance 或者是Spec 我們在IC 每次拿到IC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Spec 比如說這個IC 它的Open Short 或者是Leakage Power consumption 有沒有符合 我們Spec裡面的規範 那這就是基本的 兩個大項IC的測試 那什麼是Digital test 當然我們不要講說 比如說這個IC 它輸出的0101 比如說 A to D的converter 那輸出來的那個Digital 是不是有5幅 我們不講這個 我們講的是 Protocol Aware Test 那什麼是Protocol Aware Test 簡單來講 各位看到右邊這張圖 現在很多的Device裡面的很多的IC 那都會有一個核心的處理器 那核心處理器都會需要跟旁邊很多不同的Sensor 很多不同的Chip做溝通 那這個溝通呢 我們就 就需要很多不同的Protocol 那什麼叫Protocol 簡單來講 大家有沒有聽過RS232 有齁 RS232就是一個Protocol TCP IP 它也是一個Protocol 那簡單來講Protocol它就是承載的Data 它可以把Data呢 做一個傳輸 那 可是在 IC測試呢 我們最常用的Protocol有哪些 有SPI I2C I2S JTEC MIPI SMBus 等等 當然還有很多啦 那我這邊並沒有全部列出來 那這些都是可以承載Data的Protocol 什麼叫I2C 比如說好了 我今天有一顆 DAC好了 或者是ADC 以ADC來講 如果說我今天輸入了一個類比的訊號 可是輸出是一個Digital的訊號 那假設這是12個bit 那12個bit如果這12bit同時要傳到CPU的話 我必須要浪費12根P 對不對 可是現在IC越做越小 我們都希望它體積越小 Pin使用的數量越小 所以我們就會 產生 我們就研發出很多不同的Protocol 那以I2C來講的話 它只需要兩條線 除了VCC跟Ground之外 中間有兩條線 一個叫做SDA 叫做Data 一個叫做SCL 叫Clock 那 它接下來怎麼做呢 大家有沒有用過RS232 RS232就是8個bit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會 把資料 放在我們DataPin上面 然後用Serial的方式來傳 用Serial的方式來傳 所以I2C一樣 它會有一個 star bit 然後把我們的Data呢 放在我們的線上 用bug bit的方式 bug bit的方式 然後一次一次 傳一個byte 那這樣的話就解決了說 我們原本用 parallel的方式來傳輸 原本需要12跟Pin 或者是8跟Pin 或者是16跟Pin 我們全部用一條line 用Serial的方式來傳 那Serial的方式傳的話 我們reference是什麼 reference就是我們這條clock 那clock的速度越快 我們只要傳輸速度越快 那I2C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範例 在我們的 IC IC設計 的protocol的傳輸當中 那今天如果你拿到這個IC 它是 它是用I2C來去讀取 或者是跟它溝通的話 那你這顆IC要量產 你必須要測試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有相對應的solution 去測這顆IC 那I2C之後呢 其實 像SPI 它也是 一個很重要的protocol 那SPI跟I2C有什麼不一樣 簡單來講 SPI的話 它的protocol比較簡單一點點 可是它用到的Pin就比較多 它用到的是 4根Pin 以右邊這個chip來講 我們有clock 然後有input 有output 還有chip select 所以它比 I2C還要多兩根Pin 可是它的速度可以比I2C快 那實際應用上面呢 I2C其實還是用的比較多啦 好 那 還有mipi mipi是最近非常夯的一個protocol 它其實是有一個mipi的聯盟 所制定的很多的protocol 比如說像左邊 它主要是使用在 手機 因為手機現在非常夯 那mipi這個聯盟呢 它就為了手機呢 制定了很多傳輸的protocol 也就是說 以後手機 新出來的手機呢 都要follow這種protocol再做傳輸 那比如說我們中間會有核心的CPU 那CPU跟 其他的device做溝通的時候會有不同的protocol 比如說跟battery就是叫做bif 跟camera叫csi 跟rfic的話到叫做digrf 那在這邊我們現在ni有提供的solution 有其中一個已經做好的library 叫rffe 如果各位有接觸rf相關的測試的話 應該不陌生 那rffe是什麼呢 簡單來講 它的縮寫叫做rf front end 所以 從rfic一直到 rf front end的那些module 的ic呢 我們全部 溝通的protocol就叫做rffe 有哪些 比如說power amplify PA 或者是low noise amplify LNA filter switch 或者是後面的 所以這些後端的所有的rf的元件 我們都是用rffe在 做 溝通 就是用這個protocol 那相對呢 在ni也都有提供很多不同的 硬體solution給各位 好 那剛才講了那麼多不同的protocol呢 在digital test中 protocol的測試就非常重要 那在ni呢提供了什麼solution給各位 做選擇 我們第一個看到 叫做USB8452 這個 這個小小的一個ic板 那 這個ic板呢其實對各位來講 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dongo 各位知道dongo嗎 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可是 我又不想要 買了這麼大一個機台 我想要插USB就可以work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它是可以support i2c SPI SMBus 的一個interface 那它的 它的介面呢是USB的 所以說 各位只用這個 插在我們的電腦上 只要有USB孔 安裝好LateView 我們接上我們的代測物 代測物的溝通是 剛才我們講的這三個protocol 我馬上就可以做測試 然後跟它做溝通 Data Handshaking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 它就是比較陽春一點點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等級是 在2 在2 那如果說各位 覺得說我只想要在RD端做一個簡單測試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是接下來就有客戶問我說 可是我想要上產線 那我想要有MultiSide 因為現在各位在產線的時候 它總不能可能希望說我一次只測一個IC吧 我會希望說 我可以測4個 我可以測8個 或是但我可以測越多越好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可能就有一點稍嫌不足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個呢 提問給各位是叫做 High Speed Dio High Speed Dio 那什麼是High Speed Dio 各位可能沒有聽過NI的產品 簡單來講呢 它就叫做 Logic Analyzer 就是邏輯分析儀 邏輯分析儀 對各位來講應該就比較不陌生 就是說它是Digital訊號 輸入進來之後呢 我可以對它做 數位邏輯的分析 可是NI的High Speed Dio 比較特別 它功能比較沒有這麼的 單一 它不會只有 邏輯分析的功能 它還可以作為一個 Pattern Generation的功能 所以它叫做Dio 有Input 有Output 所以這塊板子呢 在做比如說 Protocol Aware Test 像是I2C SPI等等 我們都可以把我們 預想知道的Pattern 寫到我們卡片上面的Memory 然後呢打出去 同時也可以接收 好 那像這張卡片呢 我們最高的時脈 可以提供到200MHz 在一般的Protocol 的Tester 應該都已經足夠了 32個Channel 它是個別獨立的 所以 簡單來講 像剛才I2C 各位還記得 相對剛才的那個 8452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到 16個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用這張卡的話 就只要一張卡 我們就可以 同步同時 測16個Sign 那針對產線的測試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搜尋 因為速度又快 一張卡就搞定 那接下來呢 可能有 有 朋友會問我說 那我這個 Digital 的那個Protocol 結局進來之後呢 我想要再更快 我覺得它還是不夠快 因為我想要快的是什麼 我把訊號結局進來之後 我想要馬上做 即時的運算 哇 結果這張卡呢 我們必須結局進來之後 還要 把它送到我們電腦裡面的 CPU來去做運算 那怎麼辦 在NI NI在這邊呢 早就已經有遠見了 我們提供了一個 FPGA的module 我們在這邊叫做 Flexfrile FPGA module 那 它這一塊 卡片的好處是什麼呢 重點是 卡片上面有一顆 在Links FPGA 也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 Flexfrile FPGA module 我們直接把我們訊號 截取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 直接透過 卡片上面的FPGA 做即時的運算 那看 做完即時的運算呢 可能直接把結果再吐回來 到CPU 或者是 再直接輸出出去 再去做其他的控制 好 那 用FPGA呢 就完全不會消耗到 CPU的支援 而且它的速度呢 是硬體的時間 所以 剛才各位看到 從一開始的Dungle 它是第2級的 然後到 High speed Dio 是第4級 到Flexfrile的話 是第5級 所以 最高級的話 我們就是用FPGA 它的運算速度最快 然後 功能性最強 彈性也是越高的 好 那Flexfrile為什麼我們叫它 Flexfrile Flex就是有彈性的意思 那這張卡片呢 最主要就是 有這一顆FPGA 那 其實前面呢 會有一個 Adapt module 那以我們要做 Protocol Wait Test的話 我們就是要截取 數位的訊號 那前面有一個叫做6581的Adapt module 那這個module呢 就是 插在我們的FPGA卡片的前面 那前面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數位訊號的輸入 所以 Flex的意思就是說 彈性 我們這邊的後面的 Flexfrile的卡片 前面可以有 接 非常多不同的Adapt module 比如說 我前面接的是一個 Digitizer 我馬上就可以變成一台示波器 比如說我前面接的是Dio 我就變成一個High Speed Dio 這次NI所提供一個現在新的技術 也是非常彈性的 提供給大家了解 那 很多人說 我今天要寫FPGA會不會很難 在這邊有沒有人寫過FPGA的code 不是用LedView喔 有是不是 看來這邊有高手 好 LedView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就是說 我們使用LedView FPGA 我們只要像 就跟我們一般寫LedView一樣 用圖形化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 FPGA的code寫完 在以往我們必須要寫這樣的程式 比如說像是VHDL 或是VariLog 我們要寫好長好長的程式 然後Compile 可是在LedView底下呢 我們只要寫的像這樣 比如說這個 這個功能就是 我們使用 FPGA上面的一個Anonaut Anonaut input 然後我們把它的節點拉進來 然後顯示 然後回圈 包起來 我們的程式就完成了 可是在以往呢 你要寫FPGA code 是非常困難 所以 FPGA的module 搭配 Attempt module 再搭配LedView 其實對各位來講 要做到 完成各位的工作 其實並不難 我比較想像 沒有想像的這麼難 這支Panel提供一個 實際的案例 這個案例是 國內 知名大廠 Touch Panel的測試 這個Touch Panel是一個電容式的Touch Panel 在這邊呢 他最主要做的測試是要做IC的Calibration 也就是說 這個Panel做出來到底好不好 他有沒有瑕疵 那我們必須先跟他做一個校正 校正之後呢 我們再做他的Function 也就是說 我們 手去按的時候呢 他的每個輸出的點位到底正不正確 精不精準 然後 最重要的話 我們這邊是做到12Side 一個Tray 所以我們總共上下兩個Tray 是24Side 的Synchronized測試 他的IC是盟在這個軟板上面 所以在我們的FPGA上面我們用了 6張FPGA卡 6張FPGA卡 一個卡是同步4個Side 所以 總共可以做到24個Side 同時的測試 這就是 客戶那邊實際測試的狀況 他是 他是有一個探針下去點 點到我們TouchPanel之後 即時的Realtime 把我們上面探針 探到的即時的位置 直接透過FPGA傳回來 然後做運算 然後判斷說他到底是PassFail 那接下來呢 還是我剛才一開始有講到 ICTest其實分成兩大塊 一塊是數位的測試 一塊是類比的測試 在IC的測試其中很重要的一塊 就叫做ParametricTest 那這裡面有哪些呢 各位可以 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像是最一般的 IC的OpenShot OpenShotTest 或者是LeakageTest 或是ThresholdTest 或是PowerConsumption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ParametricTest 每個IC都不太一樣 我剛才提到的都是基本的 跟各位稍微 簡單的帶過一下 這些測試 個別的含義是什麼 比如說OpenShotTest 在IC設計的製程過程中呢 有可能會發生一些 製程的瑕疵 的現象的發生 那 有可能在IC內部 並不是在外部的針腳 IC內部 他有可能會有 比如說Open 或是Shot 或者是有 有這種狀況 叫做 微短路或微斷路的現象發生 那這個測試呢 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 在 一開始 IC量產之前呢 一定要做這些測試 因為我們不需要看它的量率如何 那 在OpenShotTest呢 我們會怎麼做 右邊這邊呢 就是一顆IC 那左邊就是 我們PMU PMU也可以是用Ni的SMU 那 簡單來講呢 我們比如說要測中間這根PIN 它到底是Open還是Shot 我們就會在 中間這根PIN呢 打一個電流 打一個電流 會打正的跟打負的 主要就是看 上面跟下面 這兩顆的 他們叫做保護二極體 它到底是 正常的工作 到底是有沒有Open 或是Shot 比如說我打這個電流進去呢 我是 我電流的方向是從PMU這邊進來 那 如果上面這個DioWalk是正常的話 它就會經過這個Dio然後回到 PMU的負端回來 OK 那這個你就可以同時 打了電流了之後呢 你也可以去Major它的電壓 那一般二極體的電壓大概就是0.3到0.7V左右 那如果超過 像 左下角這邊看到 如果超過1.5V的話 我們就認定它是Open 那如果是 小於0.2V 它就是Shot 也就是說這顆 這顆IC裡面的Dio有問題 那反過來呢 我們打一個負的電流 就是說 我們電流是Sync進來的 Sync進我們的SMU 所以就可以測到下面的這顆Dio 它是OpenShot還是正常的Walk LiquageTest的話 在這個地方呢 也是一樣 假設我們要測這個MP 那我們就會 303V 然後或者是Sync0V 那就是看 這裡面看進去的等效電阻呢 它的電阻是不是正確的 LiquageTest的話 因為我們看進去電阻 通常都是無限大 所以我們量測到的電流呢 應該要是非常小 如果說 量測到的電流是大於 或等於100Na 那這個就 有可能是Fail 當然這個就是要是 每個IC出來的Spec 來做決定這樣子 或者是 看每根PIN輸出的電壓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有沒有在範圍之內 ParametricTest呢 什麼叫SMU 叫做 Source Measurement Unit 也就是說 它可以Source V Major I 同時間的Major I 或者是Source I Major V 那這一張卡呢 最主要的特點就是 它有四個channel 四個channel是 個別獨立 那它的每個channel的電壓呢 可以到正負24V 每個channel的電流 可以到正負150mA 最小的電流resolution 是10pA 所以在這個半導體測試呢 這張卡 對各位可能就非常有用 因為 很多時候呢 比如說之前有一個客戶 他想要測 LED的 DuckTest 那LED的DuckTest 它的電流就非常小 是屬於幾百pA的 那 對於他來講說 他要量這個DuckTest的 Current就 很輕易就可以量到 而且它速度又要非常快 那 這款新的SMU 它的速度可以到 每秒600K的sampling rate 所以你可以擷取到非常快速的 的一些變化 除了他的Spec 規格還不錯之外呢 他有一個還不錯的技術 叫做Source Adapter Source Adapter 那這是什麼呢 之前我們在測這個LED的時候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它上面有一些其他元件 比如說像是電容或電感 那我們又希望 我們打了電流之後呢 它的響應要可以非常快 我們要可以馬上抓到它的結果 因為 我們測試 每一顆測試的速度越短 相對於我們每秒可以 產出就越多 可是我們發現很奇怪 因為它上面有電容的效應 所以每次打出電流的時候 它就會發現這種 Overshooting的狀況 那如果Overshoot太大很容易 會造成device的損毀 那如果說undershoot太慢的話 那你的測試時間又會脫長 那 C143這款SMU呢 提供給各位很好的一個功能 它在Hardware呢幫各位做一個叫做Source Adaptive 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device 不同的load 我們去調整我們的 響應 可以讓我們達到最佳的響應 也就是紅色這條線 不會有Overshoot 不會有undershoot 而且響應是最快的 C143有這樣新的功能 那這邊也有另外一個 案例 那我們這邊是用4143來做一個 小電容的量測 為什麼小電容量測用 C143很好做呢 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它的電流 的Sensitive 很小 然後Sample Rate很快 一般來講呢 我們在做電容量測 我們就打交流 可是我們在這邊呢 很特別我們是用直流 也就是說 我們打一個直流的電壓5V 然後呢 瞬間把它拉到0V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電容呢 它是 會像這樣子的放電 那我們因為取樣率夠快 我們電流量的很精準 那我們 大家都知道電容有一個公式嘛 C等於什麼 V底I底T 反算回來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電容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5mini second以內就可以2萬1顆 所以在每一秒的產出呢就 非常多 比如說像 像一般的 一般如果是用DMM 一般的電表 1秒頂多230顆 那以這個來講的話 如果是5mini second以內 那 它大概可以量到 200顆 那Variation的話是在正負1pico法拉之內 所以 我們 我們最近呢也出了蠻多 小電容量測的給客戶 接下來呢為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現在 今年 新出了 最新的一款的 IC測試的一個device 叫做NIPPMU 各位剛才有聽到 在以往 IC測試 可能就是分為Digital跟NNL 個別的在做測試 可是 現在的IC呢 剛才一開始有提到 我們大部分都是 NNL跟Digital的combine 所以我們這邊有看到 現在的IC通常都會有 類比的 跟數位的需要做測試 那在以前我們怎麼測 數位的話我們可能會用 HighSpeed Dio 就是下面這個 我們要做Protocol Tester 我們需要用HighSpeed Dio 那如果我們要測 Analog Parametric Tester 可能會需要用到 SMU 我剛才提到 Source Measurement Unit 那 今天這個IC如果它兩個都要測 怎麼辦 我們中間要再多加一顆Switch 對不對 我今天要測Protocol切過來 如果要測Protocol切過去 然後每次都要這樣切切切切切切 所以 第一個浪費時間 然後呢 Switch其實是有壽命的 所以NN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 發展出了一款新的 PPMU 各位要記得 它就是 HighSpeed Dio 再加上 SMU 就會是我們的 656 PPMU 它英文叫做 PPM Parametric Measurement Unit 它最好的功能就是說 它把HighSpeed Dio 跟SMU 整合在一起 而且它的Channel數又夠多 它有24個Channel 大家可以稍微看到一下它的Spec 它一樣有200MHz的Sampling Rate 這是在Digital的部分 那它有24個DataPin 那它的 邏輯的準位呢 它可以當作 Pattern Generation 一樣 也可以當作邏輯分析儀 它可以Programmable的Voltage 的Level的調整 在-2到7V 一般 一般來講 洛輯分析或者是Pattern Generation 它們的準位大概就是 1.5V 1.8V 或是2.5V 3.3V 可是在這張卡片上面呢 它的最小resolution是122μV 所以 任意你想要調到多少 你們都可以用可乘式化的方式去調整 所以這個PPMU呢 對我們來講 我們把以前的測試呢全部整合 在這張卡片 就可以完成我們所有的EKIC的 不管是Digital的部分 或是Anal的部分的測試 這也是最近我們做的一個Case 我們是做 手機的一個Light Sensor測試 我們拿到 電話接起來的時候 螢幕會自動按掉對不對 這是什麼技術 那其實它這個 它的上面這個Light Sensor呢 它是有一個IR 一個紅外線 也就是說你拿進來的時候 它那個紅外線 因為打到東西反射回去它接收到之後 它就會自動關掉你的螢幕 讓你不會去碰到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Light Sensor就是說 我一般手機 比如說現在很亮的狀況 比如說我進到一個 我把燈關掉 我的螢幕會自動按下來 做省電的功能 然後我們也不會太刺眼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可見光 所以現在的Light Sensor很聰明喔 它有可見光的detect 也有IR的detect 那針對這個測試呢 我們用一張的656 就幫它全部做掉 我們從最上面來看 Open Short Test 因為我們可以當SMU用 Power Short Test SMU Leakage Test 一樣 或IDD 然後最後 register right read 因為這顆 我們的Light Sensor 它上面也是用 i2c的方式 在做溝通 所以 我們SMU做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切換到 Digital Test 然後我們用 一樣用656的Digitope 去做i2c的register right read 我們就可以去讀取到 Functional 這個IC上面的IC 我們讀到可見光跟IR 出來的數據到底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們在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 656一張卡 就幫他們把整個的IC測試 全部做完 那 接下來呢 剛才介紹很多 NI新的 硬體 為各位可以解決 IC的 IC的測試 不管是 Analone或Digital 或Mixed Signal 那NI還可以提供給各位 我們有提供哪些 儀器呢 其實 各位可以在這邊看到 包括像是 FPGA 或Digitizer 試播器 Switch High Speed DIO SMU Power Supply 或者是Single Generator 等等 RF相關的 全部都有 所以 南瓜的各位在 在所有的測試上面 都可以在我們這邊找到Solution 那 我們的測試 最後就會長得像這樣 我們只要需要一台 不管是RD 或者是到產線 都可以使用同樣的一台設備 甚至使用同樣的程式語言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提供了很多的 Protocol 的Library 包括像SPI I-School C 或者是像JTEC 或者是像Mipi RFFE 我們都已經包好Library 只要使用Laview 或者是使用C 都可以 輕鬆的 使用這些Library 然後跟我們硬體做結合 那 最後呢 我帶各位看一下 哪一些我們最近的一些 程度案例 這個也是國內某知名大廠 我們在這邊是幫他做一個 CMOS Image Sensor 大家都知道這是Wafer Level的測試 在右邊這台就是我們的Handler Wafer的 Low Wafer的一個 一個儀器 我們從這邊把Wafer漏進去之後 Probe往下點 在這邊會有一個Tester Tester當然有可能會有其他儀器 最主要的核心就會是 使用我們 NI的PXI的平台 我們這上面呢 因為CMOS Image Sensor 我們吐出來的 資訊是12個bit的Digital Data 所以我們用FPGA Phase Real的方式 來解析 這些Digital的訊號 並在上面做運算處理 再丟回來我們的Horse的端 那上面所有的Power Supply 我們都是用 411-11 也就是剛才各位看到的 跟411-13是很類似的 SMU產品 那還有這個 這個是 也是最近我們的客戶 他是做一個 3D IC Reliability 的測試 那這是什麼 3D IC 大家知道 就是好幾個 IC 把它疊在一起 然後他的線上下就會開始 漲在一起 Link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IC 的 成本 還有包括我們面積 都會縮得更小 那他這個測試呢 就是盲在他的電路板上面 然後 做Drop Test 也就是說 從很高的地方開始往下掉 用很快的速度去重擊 重擊之後呢 你會發現 IC 裡面的線會斷 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是用了6張的 4143 就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SMU 用很快速的方式 並且量測很精準的電壓電流 去幫他測 裡面的線是不是有斷裂 那這是做 Reliability 的測試 那最後呢 這是一個 RF Power Amplify PA 的測試 那這 PA 呢 因為上面有用到 iSchool C 跟 MIPI RFF1E 的 Control 那我們在這邊也是用 656一張卡 就幫他搞定所有的測試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的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的 在這邊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的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的 在那邊 去尋找 那邊